平安的举手 感谢主 虽然一宿有哭泣 但是我们早上起来就要欢呼 我们看段经文在 十篇一百篇 四到五节 要为青春祷告吗 有这个环节 来 来 Petri 你要到前面来 又死 我看 你看我们的孩子们 多可爱 这么多 感谢张牧师 让你们生养众多 OK Come here Come here 天目往这边走 OK 祝陶 这是我祷告他们的 是Petri Petri 祢能够传组 祢能够传组 exit back there, that door in the back, good job. 好,我们感谢主,欢送我们的小朋友们。 感谢主,我们是一个生养众多的教会。 问一下,我们生三个孩子以上的举手有多少? 不多吗?那两个,他俩就一家的。 感谢主,感谢主。 所以我们在美国有时候我们生小孩,我们觉得会有压力, 其实没什么压力,有什么压力啊? 没什么压力。 我父母那么贫穷,生七个都没有压力,对吧? 也都活了,而且都上了大学,而且还生出个牧师来。 我母亲生到第五个孩子, 就生到了一个最被逆的孩子,是我爸爸是最不喜欢的孩子, 觉得是多余的,就是我。 那后来成了牧师,感谢主。 如果他生四个就没我什么事了。 所以你家里想生一个牧师,可能还真的生三四个。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感恩与抱怨的选择。 这是我们情绪管理的第三讲。 我们看一段经文在诗篇, 诗篇一百篇,四到五节。 当称谢,我们一起来读。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未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在《帖斯罗里亚前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要不住地祷告,凡是谢恩。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今天我们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词。 一个是感恩,一个是抱怨。 我们觉得这两个是对立的。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我们当天选择来到美国, 或者留在中国,这是个选择。 你选择嫁给他,或者娶了他, 那也是一个选择。 那你选择一个专业,也是个选择。 我觉得我女儿跟我说, 爹,有两个你不能帮我选择。 第一个就是我的配偶, 第二个就是我的专业。 我想了半天,我说其他我不想帮你选择。 就这两个我想帮你选择。 你看这就是个矛盾。 我们有很多的矛盾, 人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过的。 你可以做智慧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走正确的路。 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路是通畅的。 它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它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这个我们都知道。 可是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会依靠圣经的话语或圣灵的引导。 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做选择。 那就是一个抱怨和感恩的选择。 讲一个小故事。 在一百年前,有一个下午, 在英国的乡间的田椅里面, 有一个贫困的农民正在工作。 结果不小心就掉到了这个河里面。 这时候他就呼救。 然后旁边另外一个人就来到了这里, 就把这个少年救起来了。 这个少年掉到河里, 那个劳作的农民把他救起来了。 这个农民都没有思考,就救了他。 因为这是人的本能。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那今天就不一定哦。 今天你帮人家倒在汽车前面, 他以为你是碰瓷儿的,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鸭子, 就是倒来倒去的车前面。 这个是鹅。 这个碰瓷是从鹅开始的,你知道吗? 这个鹅容易往车上碰。 结果这个人跳下去以后, 他就把人救了。 他没有想到他救了一个贵族的儿子。 这个老贵族就带着礼物和金钱登门道谢。 那个农民说这没什么很正常, 任何人都会做这种选择。 当时的年代也许,今天不一定哦。 所以看到这世代是在败坏的。 那么这个老贵族就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后来他就看到他的儿子很柔弱的一个男孩, 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出钱来帮助他进城读书。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馈赠。 这个农民想这个倒是挺好的, 因为孩子一直想念书,他们却没有钱念书。 那么这个孩子就去念书了。 然后他大学毕业了, 他成了不一样的人,就是这个人。 亚历山大弗莱明。 大家知道这是青霉素的发明者, 他获了诺贝尔医学奖。 这是个农民的儿子。 因为他的父亲救了一个贵族的儿子, 那么他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那么他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因为他发明了青霉素, 你知道吗? 他救了好多人, 尤其在战争期间那些受伤的人, 防止他们感染。 你看这样一个美的故事。 那更有意思, 他救那个人, 后来长大了, 成为了也不一样的人, 就是这个人。 丘吉尔。 那么丘吉尔曾经得了很重的肺病, 就是因为弗莱明的青霉素, 把他治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你做一件美事, 你能够学习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很美的故事。 成为很美的故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贵族, 因为感谢这个农民的善良和高尚, 他决定资助他的农民的儿子, 去伦敦受高等教育。 那这个农民也接受了这个馈增, 他让自己的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来实现他梦奖的同时, 他教育这个孩子, 你要回馈这个社会。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农民是很快乐的,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儿子。 那这个贵族也是很快乐的, 因为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儿子。 弟兄姊妹, 我们的儿女真的好重要的, 真的好重要。 到我这个年龄才知道, 我常听爸爸妈妈说, 我们过的就是儿女啊。 我当时就以为, 说好听的让我们听呗。 那我记得我们家有一年, 我的爸爸出世了, 他得了很重的病, 在北京手术, 当时叫松苏友谊医院。 我爸爸是匹大甘因化, 那是他们土改工作队。 我们这个典类都知道, 中国有本书叫《暴风咒语》, 读过吗?读过的举手。 我就知道你们多大年纪了。 这个《暴风咒语》就是土改工作队, 就打土豪分田地的。 我爹就是《暴风咒语》那个土改工作队的文书, 他是唯一的识字的一个人, 他是高中毕业。 那其他的都是当地的农民。 那我爹他们就把地主杀了, 然后就把家给分了, 然后就把酒给喝干了。 所以我爹就能喝很多的酒, 就喝出肝硬化。 后来到北京手术, 还是苏联的大夫, 当时那是中苏友医院, 苏联的大夫给我爹手术。 肝被切掉四分之一。 然后呢, 他这个皮是全部栽掉。 他的肋, 转转会给我看他的伤口小时候, 那个肋疤从这到去, 他割断了五根肋骨, 才能做那么多手术。 现在就没有那么复杂。 那肋骨要割断, 才能够打开里边。 医生说他能活五年, 我爹活到94岁。 他临终的时候呢, 跟我的三哥说, 我很感谢神。 他那时候已经信主十几年了。 我人生经历了很多很多, 大起大落过。 那我今天我回首往事, 我想到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们七个儿女。 你看看, 他什么都没有, 他一辈子, 他就革命了一生, 后来信了主了, 他79年就离休了。 他离休的时候, 中国还没开始贪污腐败呢。 所以他什么机会都没有。 但是他感谢神, 因为给了他七个儿女。 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感恩和抱怨, 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感恩是一种处事哲学。 感恩是在生活中的智慧。 人生在世, 不可能一帆风顺。 会突然间出现一件, 特别我们很沮丧的事情, 有影响到你的一天的快乐。 也会遇到一件事, 影响你一段时间的平安。 也会影响你一世, 一生一世, 这个产类会跟着你。 那我们如何来面对人生的道路呢? 我觉得最大的智慧, 就是学习凡事歇恩。 这个不容易。 什么叫凡事歇恩呢?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要歇恩。 昨天晚上, 教会被偷了。 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装修。 刚刚锁好的墙, 突然就被涂鸦了。 心里真的很沮丧。 那怎么敢呢? 我就想来想去, 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 就应该向这些青少年传福音。 这都是青少年, 大多是他们干的。 他们大多都是南美来的后代, 或者小数族裔的后代。 那这些孩子们吃大麻。 我经常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后面的草坪里边, 草地里边, 很多的大麻遗留在那里。 加州这个大麻合法化以后, 非常的可怕。 他们吸完大麻以后, 就做一些非正常的举动。 怎么办呢? 我们说按摄像头啊, 按警报器啊, 最后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来传福音。 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就是像中国人传福音。 我们根本就忘记了, 当地还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 他们也需要福音。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 给我感动, 我们应该增加我们当地的英文成年的青少年的工作。 青少年的工作。 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么多青少年, 我就很感恩, 他们不会去涂鸦的, 他们也不会闯到教会里边去乱翻。 所以感谢主。 所以凡这些就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那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选择感恩和选择抱怨, 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质量。 也会决定我们生命的质量。 因为抱怨呢, 就是复习过去的挫折。 只能够引发更多的沮丧。 而感恩呢, 是寻找逆境中的祝福, 可以带来充沛的活力。 那么抱怨呢, 是论断人的弱点。 因为人人都有弱点, 都可以抱怨。 但是呢, 在抱怨的期间, 你会用消极的情绪影响你于抱怨者的关系。 可是感恩呢, 是欣赏别人的长处。 投资在正当的一种情绪里边, 使双方得到信任, 都能得到成全。 那么抱怨呢, 是叹息环境的不好。 上帝的不公。 然后呢, 有的时候自我形象低落。 然后呢, 自我咒诅。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咒诅自己的。 我们不敢咒诅别人, 我们就咒诅自己。 很多忧郁症的人, 人就是自我形象, 他要求太高。 太高。 你看到这个自杀率很高的, 不是这个没文化的人。 我发现文化越高的人, 自杀率越高。 在美国, 你看华人那边, 自杀率最高的就是博士。 真的吗? 不要以为读博士就安全了, 不安全了。 其次就是硕士。 再其次就是学士。 自杀都是留学来的, 偷渡课是不会自杀的。 自杀率最低的就是福建人, 偷渡课。 就是在纽约第八大道, 第九大道, 布鲁克林的。 他们绝不自杀的。 打也不死, 其实叫什么? 小强。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宝贵。 我们觉得我们就一条贱命, 对不对? 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自我形象, 这很重要的。 弟兄姊妹, 常常当我们想到这些偷渡课, 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我们, 什么都有我们还抱怨, 我就觉得是我们情绪有问题。 我们马里兰, 我在马里兰幕会,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叫朱东, 去年我到圣地亚哥搞一个大型布道会, 他来参加, 他把整个布道会的那个餐点都他送来的, 他免费。 哇,上千人哦。 我们以为他会要钱, 他是福建人, 他免费。 为什么? 他就有感恩的心。 他来到美国是偷渡来的, 然后他在马里兰我们的蒙福教会受洗, 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等着他, 我们十几个人受洗完了他还不到, 结果等着他, 我们其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就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他就说你这福建人不靠谱的, 这偷渡课是不靠谱的。 我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牧师不也偷渡课吗? 后来他就不好意思不说了, 结果我们讲完道了, 他才道, 我又给他受洗, 受洗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讲两句, 他说那牧师你要给我五分钟, 我就讲见证, 他就说我是逃到黑社会的舌头, 从墨西哥把它运到美国的, 在墨西哥的沙漠上走了四十个昼夜。 开玩笑啊, 他说的白天零上四十度, 晚上零下, 温度是零下的, 这个时差变化极大, 他在路上被毒蛇咬, 他们都带着血清, 你知道那个响尾蛇特别多, 响尾蛇是踩, 他有时候在沙子你看不见踩人家就攻击你, 他们都带着响尾蛇的血清, 那黑社会很有经验的, 他们带着大的黑色的装修那种塑料袋, 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装修的人懂得大塑料袋, 非常简单, 砖放里都不破的, 然后他晚上钻到塑料袋里把脖子一系, 这个体温不外流, 你看多聪明, 太聪明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们就跑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他给人打工要还六万块钱的黑社会的费用, 一个小时五块钱, 那时候一个小时五块钱, 最低工资, 然后在中国餐馆里打工, 住在贝斯本里边, 然后打工, 你说跟我们这些博士硕士比, 他们有什么需要干的? 但那天他说我感谢神, 我来到了美国, 我感谢神, 我的绿卡虽然没有批已经报上去了, 我可以合法地打工了, 我感谢神, 我有地方住, 每天晚上都有热水可以让我洗澡, 我知道他住在贝斯门里边, 他说感谢神, 我想有一天我的太太和孩子都会来, 我们会在美国开这个新的生活, 他说我就像亚伯拉罕护照我一样, 我就来了, 感谢主, 现在已经开了四个餐馆了, 四个餐馆, 生意好的不得了, 开了三个炸鸡店, 炸鸡生意特别好, 很多人喜欢炸鸡, 尤其打那个超级杯的时候, 那天, 哇, 一个小店都能买一两万块钱, 超级杯的时候, 告诉你啊, 这个聪明, 神的引导, 受洗了, 现在都已经做了爷爷了, 孩子来了, 比我小十岁, 做爷爷了, 你说上哪说理去这事, 有的时候我们一想, 给我接着两个孙子了, 孩子也是我受洗的, 太太也是我受洗的, 他也是我受洗的, 我才知道我们做传道人的工作, 何等有意义, 对不对, 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个人, 整个家族都改变, 你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嘛, 我们的奖赏就是在这里边的, 所以我们看到, 首先我们来了解我们抱怨的心理, 那今天我们就没有主日学了, 我讲到可能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还有见证, 我们还有极为弟兄姊妹的见证, 一会你们虽然没有报名, 愿意讲, 我们也给你三分钟, 每人三到五分钟, 你说我要讲感恩的见证, 我们今天就讲感恩的见证好了, 好不好, 感谢主, 那我们看到, 抱怨多感恩少是原罪, 是人类罪的捆绑, 我们来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一段经文, 我们就看到, 礼拜五晚上我们讲了, 也讲到创世纪第三章, 那个创世纪第三章, 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漏体呢? 因为亚当偷吃了禁锅以后, 他就开始躲避神, 那么神找他的时候呢, 他就害怕, 我昨天讲了, 礼拜五讲了, 你看天起凉风的时候, 耶和华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起来, 藏在树木里边, 然后呢, 他们躲避耶和华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亚当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这第一次出现害怕, 说你害怕, 我就害怕, 所以昨天晚上我一直听到, 不要害怕, 我一直要敬拜, 对呀, 这个害怕好像是人的共性, 因为犯罪以后的一个结果, 他害怕见神的面, 就像我们很多的孩子, 做了措施害怕父母的责备一样, 他就躲, 躲避, 那么神这个时候就对他说, 谁告诉, 然后他说, 我吃神漏体, 我变藏了, 一会儿谁告诉你吃神漏体呢? 因为你眼睛没有亮之间, 你不知道自己吃神漏体的, 你看不到自己的罪, 对不对? 谁告诉你的呢? 你看那个人就说了, 他怎么说的呢? 一会儿说, 谁告诉你吃神漏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就说, 你所赐给我的,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 我就吃了。 你看这个推脱责任, 这不抱怨吗? 抱怨谁呢? 我们人出现问题, 第一个抱怨的是上帝, 我们先抱着上帝, 中国人没清楚, 老天爷怎么会让这种事情临到我?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信主的就是, 主啊, 我怎么会, 我信你, 我是你的儿女, 怎么会让这样的, 不该有的苦难临到我? 怎么会让这种疾病临到我? 怎么会让这种失恋临到我? 我们首先会抱怨上帝的, 你看这就是从亚当老祖宗来的DNA, 对不对? 跟亚当怎么说? 亚当说, 你赐给我的, 昨天, 圣经讲到第二章, 讲到神, 用他的肋骨造了个女人, 领到他前面, 他怎么样? 他欢喜快乐呀, 他高兴得不得了啊, 他说, 哎呀妈呀, 这是我的骨中骨, 我的肉中肉, 这太好了, 我叫女人吧, 对不对? 你看他还起名字, 亚当很会起名字的, 刚刚高兴完了, 现在说, 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 你看这个翻脸就是这样子, 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那么当他埋怨上帝给了他这个女人的时候, 然后上帝就问那个女人了, 耶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饮有我, 我就吃了, 潜意说, 蛇就是你造的, 你不造蛇, 哪有这种事? 你看到没有, 人的抱怨, 这是罪的捆绑, 也是人的天性。 我们抱怨的内容, 可以有很小的琐事, 也有很大的事情。 我常常会听到, 最近在网络上, 或者朋友们在辩论的时候, 他们抱怨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 共和党, 民主党, 民主党就抱怨共和党, 共和党就抱怨民主党, 就是在抱怨。 我们有个群, 这个都是基督徒, 吵得不可开交, 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天他们要搞个party, 我发现共和党的人一个都不去了, 全是民主党的人。 然后有人留言说, 你们就开民主党代表大会吧, 我们是不去了。 因为其实吵, 抱怨大到国家大事, 小到芝麻绿豆的小事。 那我们都会抱怨。 所以我们的话语会伤害人际关系。 我们虽然没有做什么大的恶事, 可是我们的小事情, 因为在抱怨里面, 慢慢的就会使人际关系发生冲突。 也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你看到一个牧道友来到教会, 他发现一个弟兄姊妹是抱怨的, 他就不会再来这个教会。 他不会来这个教会, 他觉得这个教会不好。 弟兄姊妹老抱怨, 抱怨什么呢? 抱怨你们的牧师不好, 抱怨你们的场地不好, 抱怨主日学老师不好, 那抱怨, 所有的只要服侍的都遭抱怨。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服侍, 服侍来服侍去, 最后都得到都是抱怨。 不服侍反而好, 谁都不认识你, 不说你,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看看自己呢? 那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 我们自己去多一点的祷告。 所以圣经说, 我愿弟兄举起圣经的手随处祷告。 我愿意姐妹们都是端庄顺服, 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一个充满埋怨的世界里面, 神让我们分别出来。 因为我们是祂造的, 我们是属祂的, 我们就应该有不一样的习惯, 和不一样的选择。 一部所入四章二十九节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只要听见的人得益处。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 这非常的重要。 这个你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中国的男人都会说三字经。 你看到信主以后, 在教会你基本听不到三字经。 会有这样讲话的吗? 基本没有。 但是也不见得, 他虽然不说三字经, 他也不见得会说造就的话。 所以我们基督都要学习说造就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 弟兄姊妹, 你要记住这句话, 对你旁边的人说, 你的话是有能力的。 那你现在对他说一句什么话? 你说神祝福你, 就有能力。 你说你这个人该死, 那也有能力。 你知道吗? 你不要说人啊, 连这个植物都一样的, 动物都一样的。 不过你那狗, 你天天骂他, 天天骂他, 那狗最后就没有狗的尊严了。 真的, 他见到就低头, 他就需要内在意志。 很多的狗需要内在意志。 你要是老表扬那个狗, 那个狗高兴得不得了, 他跟人就非常耐, 他不会防备人, 他也不会咬人的。 所有咬人的狗, 都属于防卫过他。 你问狗的医生, 他会说他为什么咬你呢? 因为他怕你。 他怕你, 他又有个反应, 就是要咬你。 他说爱你, 他就不会咬你的。 所以你不要怕狗。 很多姐妹们小时候就被狗咬过, 就怕狗。 你越怕他, 他越咬你。 你为什么? 因为你怕他, 你就紧张。 你见着他就, 心想我怎么防备你。 那他就, 他就开始攻击你。 那你见到他就喜乐, 你想我怎么爱你, 逗你玩。 那他就愿意跟你玩, 对不对? 你看我, 一辈子不被狗咬的。 因为狗不咬我。 因为狗跟我就特别好。 我生人有狗味。 你知道, 你的生人有狗味很重要。 我到谁家去聚会, 他们的狗先到我这来。 他们就说, 你看这狗真能拍马屁。 见着牧师了, 就到牧师那摇尾巴。 不是的, 是因为生人有狗味吸引他。 你知道吗? 你喜欢狗的人, 你会跟他心灵相通。 这是如此的。 人也是如此的。 植物都是, 我到挪威去步道。 一个弟兄接待我, 到他们家吃饭。 他们家的墙, 摘了一圈的松柏树。 每一个长得都比率像哨兵一样, 而且整整齐齐的, 长得都一样的高。 哎呀, 我就很羡慕, 我说这么漂亮的树。 他说我这树才种了十年了。 我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 我说真的。 他说, 你看啊, 很有意思。 他每天早上散步在自己的园子里边。 他说散步, 你要好好长。 他说看得小, 你要高点长, 你长得跟旁边一样高。 他就挨个地祷告祝福。 他说你看我的树长得多好。 那如果有个树你不喜欢它, 挡着你的视线, 你天天咒诅它, 很快就死了。 真是如此的。 你知道吗? 你要咒诅它。 不要说动物和植物, 人更需要祝福。 对不对? 为什么上帝来了, 要祝福我们?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蒙福的儿女。 肢体相交, 就是彼此的帮补。 软弱的是它刚强, 不完美的是它完美, 不俊美的是它俊美。 对不对? 所以没有说没有不需要谁的, 谁能不需要谁呢? 谁都需要谁, 不能说没你无所谓。 OK。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一个肢体, 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 有眼睛, 有鼻子, 有耳朵, 有口, 有手, 有脚。 功能不同, 放在一起, 成为基督的身体。 手不能对脚, 说我不需要你。 因为我可以拿。 脚说你拿, 我不走过去, 你怎么拿? 对不对? 你要拿, 我就不动, 你怎么拿? 对不对? 左手不能对, 右手不能对, 左手我不需要你。 我什么都, 你看端背的是我, 干什么都我。 对不对? 你还是需要它的。 比如说你被吻了咬一下的右手, 那你左手就得打一下吧。 你不打就看着它咬, 我左手不打咬死你, 咬死你。 反正你什么都磕你, 你喝水你拿, 握手你去, 哪都显摆你, 我咬死你, 我就不动手。 然后那右手烂了, 左手不也烂了吗? 对不对? 得一个破伤风病, 全身体都会有病。 所以在基督里边, 我们是主的身体, 那我们主的身体, 我们就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嘛,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那款待啊, 重要啊。 所以弟兄姊妹, 走到哪里, 找, 不管哪一个城市, 你只要找到主的教会, 主的肢体, 他们有责任款待。 这是基督徒的美德。 在中国大陆, 不管哪城市来的, 只要你一说你是基督徒, 你到哪, 就会有弟兄姊妹接待你。 正常的, 客要一味的款待, 一个菜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 我去很多弟兄姊妹家, 他们说你吃什么, 我说一个菜就可以了, 你就把肉啊, 这个菜啊, 粉条啊, 放一炖, 一锅就很好了。 对不对? 一味款待, 不用做那么多菜, 吃多了也没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热情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认识了这个, 这个, 抱怨是罪的时候, 我们就要避免犯这个罪。 所以我们看到抱怨的杀伤力和后果。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民数记, 在民数记, 我们很清楚, 这个, 摩西记载着, 当时的百姓是发怨言的百姓。 你看一节, 十一章一节说,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之后怒气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 我们看到说, 以色列的百姓是最会抱怨的民族。 我发现以色列跟中国人特别像。 这两个民族都是最会抱怨。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抱怨的民族。 尤其东北人, 我就东北人。 以后我讲例子都不能讲上海人, 都讲东北人。 东北人就会抱怨。 这是不好的习惯, 所以我们需要恩典。 需要恩典。 所以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呢, 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哀求神, 把他们带离埃及的奴役。 那神就减选了摩西。 那摩西就领受了使命, 就来到了埃及, 就把他们以色列人带离了埃及的奴役。 他们在埃及四百年, 生养众多呀, 因为他们生养众多, 这个法老害怕, 就开始把他们男丁都杀了, 就留他们的女孩子, 然后长大了给他们做奴婢。 然后呢, 让他们这剩下的男丁呢, 就让他们每天做砖。 然后呢, 然后呢, 干非常苦的活。 那么这个, 他们就, 你想奴役一年两年还可以。 奴役四百年, 哎呀,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长一段历史啊, 神终于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所以摩西就带领他们, 过了红海, 到了旷野。 到了旷野就遇到了问题, 遇到了问题, 就是抱怨, 软弱。 本来走得很好的, 就不好好走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第一个遇到的难题, 就是水是苦的, 没有水喝。 在《出埃及记》, 记得非常清楚, 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 他们在马拉的地方, 他们头一天还欢呼他们过了红海。 然后米利安, 摩西的妹妹, 就歌颂耶和华, 大声的赞美。 然后呢,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大大的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 投到海里, 红海分开, 以色列人走干地, 走过去以后, 当埃及的追兵进入到红海的时候, 水就回来了。 你们看过《出埃及》那部电影没有? 哇, 那个特技镜头拍的, 那水就往上, 就往这样流。 然后人就过去, 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然后埃及的所有精锐的部队, 全部都淹死了。 然后米利安女先知就开始, 大家歌唱赞美。 刚歌唱完, 这么大的救恩, 这么大的恩典, 刚感谢完, 没有水是苦的, 突然就抱怨了。 你看这些人的天性啊, 感恩能不能持续长一点? 哪管现在一个月, 对不对? 有一件事情, 感恩, 记住一个月, 一年有十二件事情, 这一年就全是感恩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马上就忘了吗? 你看他们忘了什么程度? 他们往吉林走, 然后呢, 就遇到了这个, 到了舒尔的矿野。 在矿野里走了三天找不到水, 到了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地方叫马拉, 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 你见谁心里苦, 这人真马拉, 这是意思。 马拉就是苦, 苦水。 然后百姓呢, 做的选择不是去找水, 不是感恩, 虽然苦水, 还是能喝呀, 对不对? 那水虽然苦, 苦没有关系啊, 盐水你就喝不了, 它不是海水, 是淡水, 苦一点, 是可以喝的, 我觉得喝点苦, 苦水是挺好的, 还拜火, 我们东北人治病, 就给你弄点苦的东西, 你知道就拜火, 拜火, 就是你上火的时候, 你让我昨天晚上就上火了, 我今天就喝点苦茶, 就拜火了, 对不对? 那就可以讲到了。 然后呢, 那百姓的法院也说, 我们喝什么, 问谁呢? 当然问领袖啊, 你把我带到这儿, 你喝什么? 他不是说, 哎呀,感谢摩西啊, 你把我们带出了埃及, 人家不再受鞭打了, 也不再受奴役了, 我们有自由, 宁可喝苦水, 我们也要自由, 不自由勿宁死, 这多好多, 他不这样说, 他抱怨摩西, 说你干嘛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喝的水都是不苦的,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虽然被人奴役吧, 我们起码还有大蒜吃, 还有葱吃, 我们还有一些好吃的, 到这里什么都没有, 水都是苦的, 你看他就开始抱怨, 这是人的贴心啊, 这是人的罪啊, 对不对? 当一个人, 我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宁可吃康厌菜, 我也要自由, 尤其我要言论的自由, 我要信仰的自由, 对不对? 我宁可没有什么丰盛的宴席, 我也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自由的人, 你要天天给我吃好的, 把胃胖胖的, 没有自由, 像猪似的, 我也不愿做, 那猪吃饱了不就是要等着杀吗? 那天我在微信上看了一个漫画, 你这杀猪有一猪爬墙看, 哎哟, 然后回家, 嘎嘎接着吃, 这猪嘛, 看什么呀, 你下来就你,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当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 跟他们站在一起, 给他们支持, 道一上支持, 让他们感觉不那么孤独, 不要以为说那些受苦难的弟兄姊妹, 跟你没关系,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 都是上帝的儿女, 那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彼此同心, 所以呢, 他们就到了以林, 那摩西就求告耶华了, 对吧, 摩西就对神说, 怎么办呢? 你看他们抱怨呢, 耶华就指示他一棵树, 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这个树英文写的是翠, 十字架英文也写翠, 他在以赛亚书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那个木头就是翠, 所以当耶稣钉在这个木头上, 这个树就放在那个水里, 就像十字架耶稣的恩典进入你的生命中, 你的苦就会变甜, 你的这个马拉就会变成以林, 就以林, 所以他们到了以林那里有十二股的水泉, 七十颗宗主, 他们在那里就可以安营, 你看到神每次都有恩典给上帝的儿女, 虽然他们是软肉的抱怨的, 神有恩典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他的抱怨就不要说了, 这个抱怨, 他们是天天的抱怨的, 谁给我们肉吃呢? 上帝就给他们肉吃了, 上帝给他们安存, 哇一早吃安存, 多好吃啊, 所有东西, 有人说地上走的不如天人飞的, 上帝给你更好的, 安存, 然后他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能吃鱼, 因为那个尼洛河鱼, 一泛滥的时候满地都是鱼, 然后他们也记得有黄瓜, 你记得真清楚, 还有西瓜, 韭菜, 葱和蒜, 他们也吃蒜, 我以为他们不吃, 只有东北人吃蒜, 都吃啊, 那现在神又给他们满, 马纳, 他们吃几天就吃饭了, 不好吃这个东西老一个味道, 对吧, 然后又抱怨, 他没有纪念神, 这是不对的, 我们有四个原则这里看, 第一抱怨于事无补, 当我们发现事情的时候, 你抱怨有时解决什么问题呢, 没有办法嘛, 我跟师母有一天, 我们俩开车, 我们从东部开到西部, 我是从来不会, 我们两个从东部开到西部, 已经开了三次了, 你知道吧, 这个开三次了, 就是从华盛顿开到罗山基, 那这一路上, 我说不会让他碰起方向盘的, 那有一天, 我们开到了肯塔吉, 那是他的home town, 他在那里工作, 儿子那里出生, 然后我们就看教会的几个长老, 那长老也做好饭等着我, 他就说, 哎呀,到我的home town了, 你给我开一下呗, 开一下, 让他们看似是我开车嘛, 让他开吧, 那我就给他开了, 从那个高速公路下来, 这叫扎道, 拐弯的时候下来, 他砰就跑出去了, 因为我拿了一个乌龟玩, 在手上玩, 他没事看乌龟, 我看我没开车可以看, 你不能看, 你得看前面啊, 我就说看前面, 看前面, 他说看前面, 我一脑袋一转过来, 我一看, 这车就向那个沟里飞去了, 这轮胎就腾腾的飞天上去了, 你知道吗, 他那个半个很高, 有这么高, 他没有这么高, 我们就完了, 就进山里边去了, 但两个, 两个, 左边两个轮胎全部飞了, 然后我赶紧把房一旁转过来, 然后停在那儿, 他一下就哭的, 这个轮胎就哭, 这是人的本能吧, 我就这样让你看前面, 你不看前面, 你看这不就是抱怨吗, 于事无补吗, 解决问题吗, 轮胎已经飞了吗? 哎呀, 我一看他就挺难受了, 我就后悔我自己, 为什么给你开就这么一分钟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等着等 哎呀等了下小雨 我们俩在外边等 我还跑很远 把轮胎外边那个铁的 那个捡回来了 因为他花钱买嘛 对不对 我都跑到沟里边给他捡回来 然后我们就打了吹飞 等吹飞的时候 哎呀我越等心情越坏 越等心情越坏 这个雨越下也大 我们站在外边等 但是那过一会儿我就心情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我就想 抱怨有用吗 于事无补嘛 感恩嘛 对不对 感谢神没进钩 对不对 感谢神有那么高的 挡个挡住轮胎 直轮胎飞了 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反正那车已经旧了 不行我们就换个新车 感谢神 你们过去还没借口 本来就想开美国车 我不想开日本车 我想开美国车 那是个日本车 我想开美国大一点 安全 对吧 抗壮 感恩呢 然后一路你知道在肯塔基 十八九个将近二十个人 在小雨中经过我们 我真的感恩 我才第一次认识真正的美国 几乎所有人都停下来 只有两辆车没停 所有车都停下来 问需要帮助吗 我说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叫了吹飞衣了 有一个黑人戴着领带 穿着西装 他停下来说需要帮助我 我说我们不需要 我们已经叫吹飞了 他就把车停在我旁边说 我可以陪你们站一会儿 等吹飞一来 哎呦我这心就越来越温暖 如果我不出现这种事情 我从东西两岸看美国一塌糊涂 你知道吗 我突然可以看到一个这么好的美国 人和人真的这么好 他们宁愿陪我站一会儿 使我不至于那么孤独 哎呀我就说你这个城市不应该搬离 就应该永远在这个地方生活 雷克斯顿多好 他说退休回了吧 所以弟兄姊妹抱怨于事无补 于事无补 那时候他出了事了 他最需要的是安慰 因为他很自责 说你看我怎么就开这么一下子 当然他也抱怨我 你为什么把乌龟拿出来 你不拿乌龟不就没事了吗 你看这个就是这样 不记得问题嘛 我们就等 然后我们就很喜乐地赶 我就说哎呀 你看这个肯塔基真的是不一样 这些美国人 东西两岸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人 他们可以这样的nice 这么有爱心 我真是这件事情出了 不出我怎么能够看到 对不对 所以感恩 感谢主 第二我们看到 抱怨于己无异 所以你抱怨也不解决问题 因为抱怨呢 当我们对抱怨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会变得很坏 这个时候你一抱怨 你的血压会升高 你血压高的时候 要小心脑神经崩裂 我告诉你发脾气 抱怨绝对不是小事 我曾经遇到一个姐妹 她的仙上两人开车吵起来 知道吗 开车千万不能吵架 尤其做姐妹的 那个弟兄如果开车的时候 你啥都不用说 他开哪儿无所谓 反正不会开到地狱得了 你知道吗 你就做的人 他愿开哪儿开哪儿 你该享受享受 吃点这个吃点那儿听音乐 对不对 看看手机 怎么都行 责任在那个开车的人身上 他开错了 你也不要抱怨 错了我们再开回了 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们就是容易这个样子 结果这个姐妹呢 跟先生就开车争吵 当然内容就不讲 这个男的就一向的脑浴血 所以就植物人 几年以后死了 可以这么大的灾难 就因为开车的争吵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平安 还是灾难 你可以选择 祝福 还是咒诅 你可以选择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我讲了就完了 我也没讲名字 真的是 我给你讲弟兄姊妹 所以尤其姐妹 当弟兄要发脾气的时候 你是智慧的妇人 你就为她祷告 学习顺服 那弟兄呢 那也是 发那么大脾气也不解决问题 你吓谁呀 人家都不怕你 人家都藐视你 你一发皮那个人就说 又来了又来了 你就惨了 我告诉你 你力狠的 你的信心就降低 在太太的眼目中的威信就降低 我给你讲 先生怎么积分呢 当遇到问题就揽到自己身上 是我的责任 就好了 你就得在你的家庭银行里积分 你要老跟太太一般见识 不是一般见识了 你老跟太太较真 这不是男人应该有的风格吗 对不对 弟兄嘛 你不承担责任 谁承担责任 那你说教会出了问题 不是我承担责任吗 我常常说 教会有成就 是上帝的 功劳是弟兄姊妹的 责任是牧师的 就是这样 那你家里也是 所有的荣耀都是上帝的 成就都是弃子的 责任是丈夫的 这个就对了 因为上帝把亚当放在一个 管理家里的 带领家里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活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抱怨既然与己没有义 我们就少抱怨 所以马丁路德说 神的灵在我们身上 所产生的结果就是 少想邪恶的事 多想良善的事 少想灰心的事 多想喜乐的事 少想别人的不对 多想自己的不对 这样我们就会把自己 所背起的十字架 看得很轻 而把神所赐的怜悯 看得很重 所以不要老说 一懂了 属灵的言语 就是 我们家的十字架 十字架就我太太呀 那你不找死吗 你知道吗 我们家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儿女 你的十字架就你 你知道吗 你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 你千万不要说这些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当失恋来临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选择不抱怨 因为抱怨会破坏一切的关系 你一抱怨 你就破坏了与神的关系 因为神不喜悦抱怨 对不对 谁说凡是谢 凡是就 每件事情都要谢 不喜欢抱怨 那人也不喜欢抱怨 那你的太太绝对不喜欢你天天抱怨 你天天下了班了 老板骂了你了 你回来骂老婆 你敢吗 对不对 那不应该嘛 这个时候 当然男人要跟太太分享 千万不要憋在心里边 用憋出病来 老板被骂了回家不敢说 然后慢慢憋出病也不好 跟太太分享 太太大多数我觉得我遇到压力 我跟谭妍分享 她都会给我智慧的一些 我看不到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很重要 当你分享 她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女人心很细 她想问题不像你想的 就是你想问题的时候 当老板骂了你了 你的脑袋就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你不会再往外面讲 这是男人的问题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被老板fire了 老板给他一封信 两个礼拜不要上班了 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是两个礼 两个月以后走人 他就很愤怒 带着他未婚妻 刚刚登记 就来到教会找我 他讲了他一大堆解决的方案 那全是人的 而且都是最终的 我听他等着暴跳如雷的保怨 老板对他多么不好 这个不应该这样做 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你这都是错误的 你应该想到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让你走 这是第一个要想的 为什么 我说你的工作达到标准吗 他说工作如何如何好 我说你跟他的关系非常好 怎么都哪都很好 我说那你不知道 你就要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吧 你可以问他呀 我这样了 你也别抱怨 你也别吵 你写封信 太太就很好 我说太太这个 就是说哎呀 她这个脾气太大了 这个不能这样子 那我写封信 我说你写完以后呢 你给师母看一看 她英文好帮你改一改 第一 语言要谦卑 你问他为什么 你说我现在马上要结婚 我收到我的绿卡 我换一个工作岗位 我这个绿卡又停下来了 还得重新申请 挺麻烦的 这是我的难处 我要结婚 我刚买了房子 要房贷 突然间这么多事情临到我 我有点承受不了 我想问你 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可以改进 你这样问他嘛 然后你写一封信给他 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先不要抱怨 没有意义的 回来了 写了信 师母帮他改了 给人家了 人家当时就回了 接着上班吧 什么都没说 这么多年还在那上班呢 所以丁子妹 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情绪化 情绪化 这种 暴躁 或者愤怒 不睡来自于圣灵 这一定是来自于魔鬼 圣灵来 就是喜乐和平安 对不对 到底来是偷窃杀害 毁坏 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 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我们信耶稣 信耶稣不仅是我们得救恩 向天堂 我们还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地上怎么活的 能够使别人蒙福 也是自己得祝福 这个很重要 亚伯拉当时神呼召他说 你不仅要得福 你要让多人因你得福 这个很重要 所以好的正确的生活方式 正确的情绪管理 使我们自己可以蒙福 也可以使别人蒙福 那第四 抱怨惹发神的审判 惹发神的审判 我们看到 在这个 这个 弥书记 讲到了十一章 讲到了神审判了他们 以色列不断地被神审判 他们进行不好 然后过后又忘了 然后他又抱怨摸异 神就让蛇去咬他们火蛇把他们都咬的 都咬死了 然后摩西又求神 说如果你赦免了他们 你医治他们 我宁愿自己从生命车上抹掉 对不对 神就 让摩西做一个铜蛇举起来 以色列看到那个铜蛇 就被咬的人就活了 得了一致 所以这个圣经 约翰福音说 神的儿子被举起来 摩西在旷野举蛇 这个就是指救恩的意思 所以你看美国的医院 美国的医院不是十字架 美国的医院不是红十字 美国的医院那个标志是个蛇 盘在一个杆上 那就是摩西的旷野举 那个蛇 那表示一致的意思 表示一致的意思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仰望神 仰望神 那我们看到说 我们为什么会抱怨呢 为什么抱怨呢 这个人为什么喜欢抱怨呢 发愿呢 第一 忘记了神的恩典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生活中看到说 他们神带领以色列百姓 除了埃及在旷野里边 因为环境的艰苦 他们发了几次的怨言 都是因为忘记了神 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了 这个根本的 这个最大的救恩 恩典 就是让他们不再受奴役 让他们成为自由的人 自由是要付代价的 自由不能说 轻而易举地获得自由 对不对 那我跟老郑 老郑今天坐在后边 我们俩为了自由付多大代价 对不对 当年我们俩都是体制内的 郑义弟兄 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 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 党和政府 非常的照顾他 给他分了一个大豪宅 我还去参观 哇 不止了说 这房就住一辈子了 哪有那种事 现在的根斯威尔呢 住什么一辈子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很高兴 经常到他家去开派对 89年我们两个为了自由去了广场 最后全失去了 大房了 没有了 什么都开除了 流亡到美国 对不对 到了普林斯顿 他到普林斯顿看到我的时候 我就半条命 他见到我都认不出我来 我那脸的肿的那个样子 老郑 见着我抱着我就哭 我们俩就哭 我在国内藏两年 他在国内藏三年 三年呢 他把自己扮成木匠 他没头发 他弄个假发 他很有才啊 他自己做身份证 用萝卜土豆 磕奖章 磕章卡上 磕公安局的章 太有才了 挑着木头担子 从北方走到四川 四处走 给人家盖房子 往哪儿躲都不安全 躲的朋友家 就是谁都不知道我是谁 给你盖房子 抓了就走 然后太太坐牢 后来太太就越过千山万岭 在四川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找到的 他们可能有一种特别的联络方式 为自由付点代价 是应该的 没什么可抱怨 我觉得 你选择了嘛 我们选择了实际上的道路 我们选择了跟随耶稣 我们选择了与基督一同定的实际上 我们遇到一点苦难 工作一点压力 中断身体一点软弱 疾病 弟兄姊妹朋友之间 发生一点矛盾 算什么事呢 什么都不算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成长 必然要交的学费 我们承择必然经过的经历 如果没有旷野的四十年 以色列人后来能那么 这个民族能够这么敬迁吗 爱主吗 就因为这四十年 他们数算神的恩典 后来他们的这个节日 御月节 后来他们的祝鹏节 御月节是纪念在埃及地受的苦难 神把他们带出来 那祝鹏节就纪念在旷野里的流浪的四十年 他们纪念这些日子 这些苦难成为他们的祝福 这苦难成为他们一生中不能忘记的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他们在西乃在迅的旷野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但是真的这些领袖还是那么爱他 摩西说甚至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城抹掉 求你赦免他们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点 抱怨是不相依神的作为 摩西打发人在窥探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 回来那些抱怨 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德了 那里的人长得那么高大 我们怎么可以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嘛 我们在他们眼中像蚂蚱一样 像炸猛 我们看自己也是炸猛一样 你怎么办你自己看上炸猛 你大卫怎么说 你有刀相见底 我有万军之夜华 大卫在那个格利亚面前 格利亚那么高大 对不对 大卫那么小一个小孩子 大卫他跟全哥利亚说 你再开玩笑 小朋友你来干什么了 那这么点小朋友 你这以色列人没人了 瞧不起我呀 对不对 他就放松警惕 但是那大卫 啪一个弹弓就把他打死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叫你骄傲 你看到没有 所以大卫很聪明 我打仗不是靠我的 长的高大 外边的高大 我是靠万军之夜华 我们相信上帝的作为 第三点 我觉得抱怨主要是自我忠心了 一个抱怨就是自我忠心 什么都抱怨 都是别人对不起他 别人对不起他 那就是自我忠心 这个就需要圣灵来充满 需要耶稣保血的遮盖 需要来医治 自我忠心的人在世界上 是活得最不痛快的人 因为当一个人自我忠心的时候 他就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没有理解 因为你是忠心 世界哪能以你为忠心 为什么我们信主 当你谈属灵肖灵律的时候 牧师会给你画一个图 对不对 说原来的宝座 是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 这样坐着 一切以自己的 你的眼光来看世界 你的眼光看人际观音 你的眼睛看对错 由你来判断 这不就罪人的后果吗 那但是当你信了主了 你就把这宝座交出来 你赶紧上旁边站着去 这个宝座是耶稣在坐 为什么有人墙上挂一个 耶稣是我家之主呢 这很重要的一个宣告 耶稣要在你家做主 在你的生命中做主 你就不在自我忠心的宝座上 你就完全换一个样子 你就非常的喜乐 因为主做主 你怕什么呢 有什么可以担心害怕的呢 对不对 我讲个故事 肯定你们听过了 就有一个人 不是买了个大房了吗 十个房间 他晚上祷告 良心发现 说这都是主给我的恩典 我就把这个一个房间给主住 我就倒出一个房间来 那就晚上魔鬼来敲门 他说你不能来啊 耶稣在我们家呢 那魔鬼就说 耶稣不就住一个房间吗 其他九个我都可以住 所以魔鬼是无孔不入的 词儿就进来了 你知道吗 在哪个房间你都不知道 接下来第二天就想 这不行 这哪行 他说主啊 我把九个房间都给你 我就留一个 结果魔鬼又来了 他说 他说我都把九个房间给耶稣了 那魔鬼说 那你还留一个 我就住在你房间 你这吓人不吓人 他半夜住你房间去 第二天他想明白 主啊 我把十个房间都给你 我住在你家里边 你看 多好啊 主都掌权 魔鬼越来敲门 他说 我十个房间都给了耶稣 你还敢来 对不对 然后他突然想 我不能开门 为什么呢 因为主人才开门 来人敲门谁开门呢 客人不会开门的 我倒是一家探访 一有敲门 我是不动的 那客人去开门 主人去开门 客人坐着 他想 我既然不是主人 我就不需要开门 他就听到耶稣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走到门一开 某尾一看出 对不起 走错门了 我跟你讲 只要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你又清醒又平安又喜乐 又有依靠又有引导 为什么要自己做主呢 做不了嘛 我们一生的短暂的生命 前面未知的道路 我们做不了主 我们最大的智慧 就是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好 我们看最后一点 就是感恩就蒙福 感恩就蒙福 这个提塔伦家前书 保罗讲的说 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先 这三个属灵原则 弟兄姊妹都熟 这都非常熟 常常的喜乐 那你会常常喜乐吗 always喜乐 我们都是sometimes喜乐 偶尔喜乐 那如果说 你有工作 老板给你升职了 这个喜乐这谁都会 这会 然后你买个彩票 中了 中了 中多少 管那八块九块的 也挺喜乐 这个都是人的自然的反应 当你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你喜乐 这个就是生命的反应 有一种叫自然生命 有种叫属灵生命 自然生命就是 当我遇到一些顺境的时候 我就喜乐 逆境的时候我就难过 当然属灵生命不是的 不管顺境逆境 他都能喜乐 这是保罗所说的 对不对 那这就是属灵的生命的反应 就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喜乐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恩 感恩 感恩不是人生活常态 感恩是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感恩 因为人的常态是不感恩的 你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 医治了十个大麻疯的人 只有一个会得感恩的 这就是人 就是十个人蒙受了恩典 只有一个会感恩 就是如此啊 那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成为那个感恩的人 对不对 那现在中国大陆和差不多 也就是十个人有一个基督徒吧 对不对 就是一个感恩的 当然基督徒也有不感恩的 不感恩就要学习感恩 因为否则就不像基督徒嘛 那耶稣就说 那个医治的不是十个吗 那九个哪去了 除了这个外邦人 再没有别人到这里归荣 要给上帝吗 耶稣也在问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遇事凡事感恩 凡事感恩呢 不仅是美德 我觉得凡事感恩也是智慧了 你说我们小时候读一本书 叫《起人忧天》 什么都怕 怕天掉下来 起人是哪人呢 河南人是吧 害怕天掉下来怎么办 天掉下来你怕什么 天掉下来不有比你长得高的吗 对不对 我就天掉下来先砸死美国人 不砸死我 他比我高一头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担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赶 有一个小故事说 有一个国王 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大臣 这个大臣就爱说一句话说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有一天这个国王呢 打猎的时候呢 不小心枪把自己的手指都给打断了 走火了 然后那个大臣说 这是好事 国王生气了 把他关到监狱里说 感觉怎么样 那个大臣说 这是好事 这个人你看 我把他关到监狱里 他还是好事 然后这个 就国王爱打猎 又去打猎 就被一帮食人族的人 给他抓住了 然后就要给他献祭 献祭的时候呢 那个祭司发现 祭司发现 他的手指都少一个 这个献给他们的神 不能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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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凡事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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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朋友说这是好事 重要啊 任何事情都是好事 所以我们看到说 我们这三点缺 记住啊 感谢神的命令 你们喔 叫尝尚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 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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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现在时的命令 这个语言是命令的语言 做神儿女的必须听主的命令 就是要喜乐 然后就是要祷告 就是要感恩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生命中 就胜过了我们自然的生命 我们怎么能胜过我们自然生命呢 我们只有按照神的话语去活 所以你看约伯虽然失去了所有的 他最后还说 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你看这种心态 那谁能胜过他呢 没有人可以胜过他嘛 对不对 第二感恩是蒙福的开始 当我们学以感恩的时候 福分就会来 当你夫妻观音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时候 你这家就充满了喜乐 对不对 你一看到妻子 早上起来看到妻子 你就哎呀就高兴 所以何德何能啊 上帝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妻子 就是一睁眼就看到他就笑 不要皮笑若不笑 就唱我一见你就笑 对吧 你就笑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笑 见到弟兄姊妹呢也要笑 来到教会第一面就笑 我今天我就早上特别感动 七灰站在门口 见到美还有长老 见到每个人都那么微笑 这有时候这不是学来的啊 这是里面的生命流露出来的 那你说当我来到教会看到一个牧师 或者一个招待如沐春风的欢迎我 我心里就可能我昨天晚上的忧虑也一扫耳光了 对不对本来我挺高兴一看到你的脸好像欠你似的 对不对然后见到也不理我 就问说厕所在哪儿 自己找 这么大人厕所还找不着 再多两句就更惨了 知道吗 这就不好了嘛 所以我原来在教会做招待 我的牧师说招待最重要 人们还没有见到耶稣就掀到你的脸 你的脸很重要 那我说我得肾病脸黑发黑 很肿 人家一看我的脸就跑 后来说你们教会怎么 没人了 找个有病的人在门口招待 所以后来牧师就把我换到后边去了 做饭 做饭看不着脸对不对 然后我就拼命做 我那时候在教会里边 我一个人做三百人的饭 大厨 带几个人 我会做台湾的麻油鸡 我有一天做鸡把油倒错了 倒都是麻油 后来台湾姐妹说 哇牧师也会做麻油鸡 这是我们台湾都是坐月子吃的 我说是麻油吗 我一看油桶里也不认英文字 麻油豆油的饭都倒进去了 麻油鸡 好吃的 然后让我上师班 那我就喜乐地唱歌 那我歌唱得不错的 我自己都唱得不错 对吧 然后他让我唱贝斯 我发现就我一个贝斯 别人不会唱贝斯 校师班十一个人 我一个贝斯 那教会小 师班也小 那我就拼命表现 把那个高音全拉走掉 后来师班也不让我上 发现服事主真不容易 但是每一项的服事 我们真的是看到 神都会有恩典给我们 认真去做 用心去做 不是说我做了就是不得不做 喜乐地做 用心地做 感谢神给我的机会 可以来服事他 你们 这个感恩的心多重要啊 那然后呢 你就蒙福 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 我在教会里学了这么多做的 那后来我做了牧师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 牧师过去给我的教导 说招待很重要 主日学更重要 儿童施工更更重要 敬拜更更重要 什么都重要 没有印象不重要 讲道那就更更更重要 总而言之 每个都重要 我们看到因为神的眼光 看我们在祂那里面 服侍祂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认真地做好每一个 其实我们就像 身体放在一起 眼睛重要 耳朵重要 嘴重要 手重要 脚也重要 没有一样不重要 放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 哈利路亚 那我们彼此协调 不就是蒙福的开始吗 对不对 那最后一点就是 感恩是我们的侍奉有利 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就差不多 我们一会儿还有见证 那我们看到说 真言书十八章 一到二节 有一句话说的很重要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就必吃所结的果子 生死在我们舌头之下 弟兄姊妹 一几准的舌头 最软 但是舌头伤人最重 有的时候跟刀一样 所以做基督徒的 我觉得 因为既然我们不能够审判人 既然我上礼拜 我在那边我们讲 麦子拜子 这一段我讲的一个比喻 那麦子拜子是一同成长的 不是我们来调的 都是天使把它调出来 那审判的权力不在于我们 在于上帝 在耶稣基督 在天使 不在我们这里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要论断 我们就是感恩 对我们自己也不要论断 我发现很多人经常论断自己 做错一件事情 就难过好久好久 慢慢就得了犹豫症 你知道吗 你也不要论断自己 因为你要知道你是需要恩典的 因为你要知道你是不可能 每件事都做得那么perfect的 那怎麽可能呢 对不对 那有时候我做错了 师母一说 我说我是罪淫嘛 对不对 那我就 这点就很重要 你要懂得你是会错的 你是罪人 对吧 有什麽关系呢 那我动一话 我说罪淫 他就乐 你乐就完了 这事就没了 都过去了 over了 所以你要记住说 你不是完美的 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火上烤 你不要把自己放到很高 高高者 遥遥者一辙 佼佼者一无 中国古人的智慧 当然你高的东西容易断嘛 白的东西容易脏嘛 你别说我穿黑衣服 我这衣服都三年没洗了 没关系啊 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那我趁一两天就得洗一次啊 对不对 我这次来有两次没洗了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 遥遥者一辙 佼佼者一物 人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你要想到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是神的恩典使你成为不一样的人 你可以蒙受这样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 小组弟兄姊妹之间 传道人和同工之间 我们就要彼此祝福 彼此相爱 彼此鼓励 彼此包容 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力量 怨言一发出 就开始产生消极的情绪 那么这个消极的情绪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那撒旦就利用你的消极怨言谣言就开始做他该做的工作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愿意看到你 你发怨言 你一发怨言他有机会了 你不发怨他哪有机会 你天天感恩他没机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感恩 所以彼得教他们说 你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有的人是有罪的 有人也是有错的 那不需要我们去宣扬吗 我们只能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要宣扬别人的罪 对不对 那掩盖别人的罪的 那个人是有智慧的 你看创人记第六章 挪亚喝醉了酒 脱光了 喝醉了酒 在儿女面前 露了下体的儿子面前 这个寒 就把弟弟叫来 把闪和亚佛叫来 你看你看老爸露下体的 像什么样子 就四处宣扬 上帝说我要咒诅寒 那亚佛和 亚佛他们哥两个 闪和亚佛就把他爸爸盖上 然后倒着走出去 看都不敢看 那种敬畏 对父亲 父亲是父亲 虽然都有错 但还是你的父亲 所以他们是倒着走 神说我要咒诅寒 寒没错 寒发现的是真的 但是寒不该宣扬你父亲的错 所以弟兄姊妹也是我们 要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 那遇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多一点的鼓励 多一点的 少一点的责备 多一点的 这个 这个祝福 祝福祷告 帮助 帮助 少一点的宣扬 我们宣扬 只能宣扬一件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Amen Hallelujah 所以最后我用神学家 尼泊尔的一句话 他说 感谢神 我求祂赐给我恩典 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了 我们就求着恩典 然后他说 我也求神赐给我勇气 去改变那些 我可以改变的事情 我更求神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过好每一天 享受每一个当下 接受艰难困苦中通往安宁的必经之路 像主耶稣那样 接受这个罪恶的世界 所其所适 而非是我所愿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能活着一个健康的人生 健康的心理 跟朋友弟兄姊妹之间有健康的关系 在主的里边讨神的喜悦 Amen Hallelujah 我们唱这首诗歌 请司琴 大家一起起立吧 我们来唱回音诗歌 何等的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就想到 基督徒的唯一的一个特权 就是有领受恩典的特权 基督徒的恩典就会伴随我们 Hallelujah 赞美主 一件长的喜笑 不爱你 爱我心 莫的人ティス的哈 additional恩典? 否认ued 情会一些 Vice Chair of the World 何等恩典,你皆棒摆取我我 ALD verse 470 佛 Chelsea 何等恩典،你心如�ai voy mijn Allah 何等恩典,你靠水하는데我流 何等恩典,你靠水为我流 何等恩典,你靠水为我流 你一旦对荣耀我关联 我你对你终于关联 一旦长地心向在你边 太过心里心得关联 一个人的心应收下命中的心 从你而来你温柔前辈 太过恩典你今仍在乎我 太过恩典你倒是会关联 太过恩典你一旦对荣耀为我关联 我的罪你存在这恩典 你多是你多是我所有家属 你多是我所有同爱 你多是我所有生态 你多是我所有人 太过恩典你今仍在乎我 太过恩典你把血给我留 太过恩典你一旦为荣耀为我关联 我的罪已充满作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定死的家乡 流了宝血洗尽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在困境中也会赞美 让我们在委屈的时候也会歌唱 让我们在逆境中能够站起来 在沮丧中喜乐起来 因为我们有你这位爱我们的神 这位的十家人为我们流了宝血 破碎了身体 给我们永生的神 主啊我们赞美你 把每个弟兄弟交给你 把我们心里有忧愁有重担的 复习观音有难处的弟兄弟交在你的手上 主啊你的恩典进入这个家 进入我们生命中伴随我们 引导我们在真理中生活 主啊让我们都能成为别人的 祝福 让我们尝尝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是谢恩 讨主的喜悦 再还没求 阿雷路亚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助 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还有吗 还有没有 圣经说的 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旧生意国都变成新的了 包括视频前面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你也举起手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祝福 阿雷路亚 三美主耶稣 感谢主 如果你有重担 主啊求主来保守了 你保血来洁净你 你也举起手 为你祷告 让你在基督里边 放下一切的重担 单单的跟随他 因为他爱你 他的恩典永远的够你有 哈雷路亚 亲爱的主 把每个弟兄弟们交给你 都是你所拣选的 你所宝贝的 你所呼召的 请你保血来 涂抹遮盖我们 让我们在你那边 重新的与你和好 与他人和好 赞美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 弟兄弟们请坐 我好